特區政府竟然要立國那法 逼香港人一定要愛國,尊重國家 不是就犯法 是不是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上帝呢? 冷靜點做牧師 只要讓兩秒鐘 烏塘主任出來收了我的聯署 我們馬上就走了 為什麼做牧師這麼硬頸? 這樣太無賴了 你們這樣太無賴了 我看到你的邏輯是按照林國章的秘密 去撤銷林國章的會友的身份 這個不需要讓他回答 你不要在這裡聽 你不要整天堆住 你不是正常的媒體 我要再說你不是正常的媒體 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主持 Hawy Ernest Eric Ma Eric Kwok Winney 我們回到第三節 今節大家最想聽的是聖公會 這段時間有很多新聞 如果我們舉一個風雲教會選舉 過去一個星期肯定聖公會一定是當之無愧 如果要選一個教會風雲人物 肯定是阿管浩銘 沒錯 話說聖公會香港島教區 今天發了一張通告 那張通告是關於有關香港島教區 繼承主教候選人的提名 香港島教區繼承主教選舉提名委員會 經商議後已決定 提名有三個繼承主教候選人 第一個是謝子和座堂主任牧師 第二是范俊浩座堂主任牧師 以及管浩銘法政牧師 三個 就是在選舉日 即11月21日前的一個星期 送遞給全體的選舉團成員 管浩銘在過去這個星期真的很紅 即使不是宗教界的人士 都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即是陳同佳那件事 原來他這幾個月用了很多心機去探監 接著最後還令陳同佳 所謂現在決自宋主 還可以說服他去台灣自首 那他就很厲害了 好像說他不讓他進來 沒錯 這個是因為政治 其實主要是政治 因為台灣今年年底 主要是總統選舉 2020年1月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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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他還說要詐滿三個月 他就想等到總統選舉結束之後 他就不明白一件事 其實現在整件事不是司法那麼簡單 這是一件政治的事件 如果你玩政治的時候 說真的 你香港是不夠台灣玩的 我想說 他們過去幾十年 就是處於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被中共在外交上去打擊 就是收集他的外交空間 所以也要彰顯他的所謂獨立國家的主權 別人玩政治是很厲害的 其實蔡英文在歷屆的總統當中 已經是最差的那個 我想說 但就算林鄭還是不夠他玩 不夠他玩 一定不夠他玩 而且現在蔡英文的形勢很好 因為香港這件事件 變成令台灣覺得 一國兩制是行不通的 變成跟中共的距離會遠一點 相對上 變成令民眾黨 比較傾向台獨的政黨 會得益 就是這樣 就是6月發生 我們這個香港叫做反送中之前 其實蔡英文的民望是很低的 市長都輸了很多個縣市 因為他這兩年執政是勒殺得很厲害的 說真的 任何國民黨派誰都可以贏他 現在國民黨是派了反而叫做民望最高的韓國瑜出來代表去選 其實就很慘 我想說 是剛剛隔食隔 隔食隔 因為韓國瑜就是很代表那種所謂親中的東西 他上任高雄市長說明是要發大財 他跟中共的關係很密切 比他上任馬英九更加行得密 而蔡英文站穩一個位置 總之我就堅持台灣的主權 現在的國際形勢 就是因為香港這件事 令到台灣人要盡量不要接近中國 要保持自己的獨立 免得無端端讓你中共以一國兩制的形式 和你左那麽大劑 那真是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所以整件事是有利蔡英文 現在蔡英文的民謀在台灣 反而領先很多 所以這件事是完全一個很政治的操作 所以蔡英文在這個位置上 突然之間你香港要扔回陳同佳回來 我還是和你盡量玩政治 他扔不扔沒什麼所謂 接不接收沒什麼所謂 總之他希望用上每一件事 能夠令到他的民望得分 因為對於他來說 最重要是可以連任 台灣歷屆自從有總統選舉以來 是個個都可以連任到的 應該蔡英文就不會打破這個慣例 我相信也是 所以香港的林鄭就重得很交關 管浩明就… 這個時候還突出頭 就真是… 只能夠… 我不知道怎樣容 重到無論 只能夠… 說到這裡 還未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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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任的大主教 鄺普羅 本身他都是香港島教區的主教 原來他2021年就會退休 所以才會選 因為他退休 空了位出來 所以現在就要選 而根據過去的紀錄 原來過去那兩任的大主教 都是出自香港島 如果誰能夠成為香港島的教區主教 就很大機會 就會接替鄺普羅 成為下一任聖工會的香港區大主教 會是… 教主 教主來的 管浩明為阿公為阿爺 立了這麼多的功勞 說實在行程看張 這就是阿管浩明 第二單 第二單 就是聖安德烈堂 話說上星期被警方水炮車射中 除了清真寺之外 對面的聖安德烈堂也中招 也是在尼東道那間 話說我們的同工Erik Kock 早兩天就在我們Facebook那裏 不是 在我們的WhatsApp那裏爆料 就說原來當日10月20日 那天 阿WKock是聖安德烈堂會友 他說 遊行當日 原來教會提早關門 於是他在Facebook page上屌爆 教會隨後就刪除鐵文 他就說 翌日唐議會有人打給他 說想了解他的想法 於是他再電話 更加嚴格多次 我見到這個訊息之後 就細息不對了 於是昨天就找了記者 問一問他 什麼事啊究竟 原來我看過 各位記者寫的東西 原來我們知道 這家聖安德烈堂其實都試過 在遊行周圍的期間 提早沙門 不開放給遊行人士 因為過去尖沙咀 九龍區都舉行過遊行 是啊 話說在12月20日 剛日 聖安德烈堂在Facebook 那裡 就成篇文出來 因為安全的理由 他就說 除了上午主日崇拜之外 當日下午兩點鐘之後 所有活動都取消了 他已經沒有提過 說會開放教會 而阿WKock非常之不滿意 就留言 就批評教會 違反了教會一直信奉的五大價值 即是說 Love Jesus Teach the Bible Share the Gospel 第四就是 Build community 和Serve the city 這個五個價值 就是聖安德烈堂的核心價值 今天編部都出了 也有說到這件事 他諷刺 What we do 就是 Sorry, we close 那個鐵文 其後被發現 連同其他的反對留言 刪除了 即是他的所謂的留言 所謂的反對留言 其他也有幾個 其實不止他有幾個 都刪除了 原來他就告訴我們 原來10月5日 知道十八區開花 因為禁門滅法的示威 原來那個教會 也有出了類似的鐵文 都是因為有些活動 提早關門 提早關門 但那個文章很奇怪 我今天看的 還在聖安德烈堂的Facebook page 置頂 還有在 10月5日 置頂到現在 沒錯 但20日那個就沒有了 這麼有趣 這件事很奇怪 這件事真是 大家知道聖安德烈堂在哪裏 大家去過 大家知道 對 是在美里華雙城附近 其實這個 這麼好的地理位置 非常適合 用來做什麼 做休息 做其他場所 當有遊行的時候 就是用來給別人休息 喝水 你教會信奉 Serve the city 你有說 其實你有這樣的自身優勢 你應該要用 就是幫社區服事 簡單來說就是 但你不可能有這樣的藉口 就是因為安全的理由 就是我關門 不讓人進入 就是完全不對 所以 第二就是 既然開放教會這件事 絕對應該要做 既然這樣的時候 教會監督 因為他的教會行監督制 浸行匯眾制 教會監督制 教會監督制 打給Eric Cox 其實舉動是沒有的 沒有用的 是多餘的 亦都反映了 其實他教會的高層 其實都是很親共 很厲害 但這個親共 亦都反映在另一方面 大家記得 小德烈堂被摩警 射水炮車 演了色之後 現在去到今天 官方都沒有回應 去到今天為止 所以 你看到 這間教會就是這樣 好 高層那裏 我放在總結再說 我純粹想說 或者你提過社區見證 那些事 反而他旁邊的那間清真寺 在這方面做得好 我覺得 那天 射水炮車 其實還有一件事發生 當那些人射光 很多人沿途被射到 全身藍之後 原來清真寺是開放 給大家進去 充身 有的 有的 有賣的 新聞有賣的 有講到的 這裏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是不用他們什麼 隨鞋子 充手什麼介路 當時射到全身都這樣 好痛 你還要什麼 隨鞋子 包頭 不用了 他們說都不用了 直接進去 洗身 衝身 幫你做些急救等等 這個就真的是 服侍社群 社群就是這樣做的 你伊斯蘭的清真寺 清真寺也好過你 聖風德烈堂 清真寺也有自己 宗教也有自己的規律 但這裏 反而跟我們教教很對 我們經常都說 安息日可以救人 人命是最重要 清真寺在這裏也不錯 那個教長 會覺得在這情況 就不要死守一個所謂 律法 人命最重要 總之就讓大家現在受到傷 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治 醫治 所以純粹在見證上 比較 這個聖風德烈堂 真是差的無論 那天三個 很難怪 阿米哥這麼生氣 對 我也覺得很生氣 當然是 又說到這裏 第三件事又是跟聖工會有關的 不過是跟主教院木行 不如你先說一說 好啊 這就是上個星期日 當日 聖工會發表了一個 叫做主教院木行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發表的 我印象中 從六月到現在都發表了幾次 由他們的三位主教一起聯名 包括港島區的大主教 康保羅 西九龍教區主教 陳歐明 東九龍教區主教 各自批聯署 聯署開頭說 過去差不多五個月 我們看到仇恨的種子 在香港山根、對抗、衝突、紫罵、威嚇、武力、濫捕、恐襲、狡辯、白色恐怖、私鳥等等字眼 成為我們在媒體上經常看到的詞語 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現在竟然成為我們香港人的天荒夜譚 這就是木下第一段 然後第二段就開始寫 要重拾自由和和平 大家不如停一停 讓彼此多一點靈靜的空間 重尋未來的方向 若果你是基督徒 更希望你可以直祈禱、物觀、靈修 去驅除我們內心的恐懼、憤怒和不安 先補充 因為他自咸是自宋徒和香港人 所以他會提出 如果你是基督徒 他也會寫給香港人寫的 然後他會提出三種方法 第一,無論你來自哪裡 是哪方的人馬 哪一個陣營 哪一個部隊 都肯請大家放下手上的武器 第二,停止所有辱罵、毀謗、欺凌、侮辱、批鬥 以及一切不負責任的言論 第三,停止在社交群組轉發令人不安、猜疑 不和 猜疑、爭執和決裂的送息 特別是未經證實的消息 他最後要總結 他最後說 我們應該嘗試給自己多留一些空間 在天父面前倒兇自己 而不要將其他人的罪過壓起自己心裏 成為彼此得罪及互相陷害的元兇 面對暴力世界 我們感到憤慨是正常的 但為著不讓自己陷入無底的仇恨漩渦 讓我們心裏真是無法揮去那些 令我們感覺到憤怒的人和事事 我們更需要讓內心安靜下來 然後為他們祈禱 又求天父安慰我們 減退我們怒氣 學習以彼此寬恕的新約農理 取代以眼橫眼、以牙橫牙的舊綠法 真麻煩你了 我看完之後很辛苦 看得到我 你經常說彼此寬恕 你經常寬恕甚麼 施暴者都沒有認錯 現在黑警不斷發出一些戰爭的作用 他都沒有任何停手的意思 又甚麼都覺得自己是適合的 即是有甚麼基礎 你有基礎 對話有基礎才有 即是你想要對話促成的時候 一定要有基礎 你明白嗎 哪個想法寫的 那三個主教 包括這個抗保羅大主教 還有哪個想法寫的 Tarrens要爆了 放保羅大主教 Airtime寶貴 快點說吧 快點說吧 又是那個問題 聖經教我們要寬恕我們的敵人 這件事我是要拜的 我覺得是要做的 但問題是 講了一百九十多次 你現在的施暴者 仍然不斷施暴者 在網上很適合 很多訊息是未經fetcheck的 是不要亂傳的 這件事我都覺得是對的 但問題是 fetcheck了好 即是很多不同的網台 或者iCable 都大的電台 都已經是在做直播的時候 或者別人之後 在衝突之後 第二天很多不同的短片 那些是不會假的 是啊 那是每一天在施暴 是啊 一個十幾歲的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你六七個大人 你去抓住他 你還要狠狠地打勾他的頭 那些女的示威者 我不知道之前做過什麼事 好像在元朗那晚 扯扯啊 你抓人 你就抓人 扯扯人的衣服啊 你脫女生的衣服 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 你要我寬恕是可以的 很難也可以 但起碼都是那句 你的施暴者 你要誠心認錯先 扯了改先 認錯先 我們才可以做到下一步 否則我連我自己也原諒不了自己 你以為我很想給仇玩 充斥著內心 作為一個信爲鬚的人 這也是不應該 但我可以怎樣做呢 你經常要我寬恕 你施暴者 分分秒秒在各區的警局 那些抗爭者也好 示威者也好 市民也好 每一秒都是想折磨的 跟你說多兩句 你們就阻差辦公 沒有證據 現在你好像中大哥 女同學都站出來 人家的面罩都不戴了 這已經是一個指控 警察我跟你說 如果有幸聽到這個節目 警察你們是一個警察 當警察的時候 你們的構思和邏輯很簡單 其實我也是很喜歡的 犯了犯罪便拘捕 這麼多人犯罪便拘捕 你不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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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們這樣寬恕 怎樣寬恕 對 不好意思 而且這三個方法 我覺得看上來 就是想解決一些提出問題的人 為何我這樣說呢 有些消息 真的有現場發生的消息 你當然要寫出來 你當然要寫出來 讓大家寫出來 讓大家一齊檢查一下 不是叫大家不寫 而不是叫大家停止 某些不負責任的言論 大哥 你現在權力是不對等的 黑警可以蒙面 沒有號碼 沒有委任證 打人也可以 你可以 奸任努力做什麼都可以 現在正正有人拍到你做這些事情 你當然要回應一下 你怎樣做 你們警察是否要停職 這些算不算明顯實 不會的 有證據 譬如守護孩子在元朗被人打 你罵Yellow Object 你罵Yellow Object 這些言論 是不是都需要正視呢 大哥 你現在等於將這些人去滅聲 即是說你停止了 總之停止了 不准說 不准傳這些信息 他就是這樣的思維 連聖公會人都頂他不順 對 聖公會人都頂他不順 就是說 教星跟大公文會真的一樣 還有期待就是 有一天聖公會被中共清雪的時候 你還有廉恥和勇氣 說出這封木銜的廢虎之言 廢虎就是廢話一個廢 虎是虎獨的虎 說這句話的人 你知道是誰嗎 原來他是齊瀚聖公會人群組的管理員 群組管理也頂你不順 一針見他 廢虎之言 完全是廢虎之言 作為一個基督徒 通常我看這些所謂的牧者去寫的東西 我很注重他們怎樣去演繹聖經 最後一句其實是令我很硬硬的 他要呼籲我們什麼 學習以彼此搖算的新藥農理 取代以眼橫眼、以咬橫牙的舊綠法 我想起耶穌基督是怎樣說的 耶穌基督是怎樣說的 不是廢虎的法 不是要廢虎的法 是要成全的 什麼時候說要將新藥的東西取代 沒有取代這回事 都沒有說到 他這樣演繹本身已經 一半就行了 不要那麼厚 丟了舊的那三十九卷 對嗎 已經完全不符合耶穌基督的教導 然後你更退比較 我想問究竟以眼橫眼、以牙橫牙 這件事有什麼問題 剛才說的國際人道救援會 有一個漏講的 就是劉志雄牧師 他在開頭分享和大祈禱 他演繹過什麼叫做 以眼橫眼、以牙橫牙這件事 其實是一種公平 你拿了一隻眼 我就拿回一隻眼 我不會多拿的 你打斌了一隻眼 我就打斌回你的眼 我不會要斬你的腳 這是公平的 這件事 反而這才是張顯公義 其實以眼橫眼、以橫眼畫 就是張顯公義 其實這件事 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就說 你射盲了我的眼 然後你還要扭斷我的手 我要寬恕你 其實剛才那個欺福協會 所說的沒有分別 就是說 總之我們不要讓這個 所謂製造仇恨的骨牌效應去蔓延 只不過大家是 那個演繹不同 說真的 我想說 今次我們去講聖工會 終於講聖工會 因為其實不是第一次講聖工會 關於他誰下任做大主教 第一次講的時候 有一些聖工會的朋友 就跟我說 其實現在競逐那幾位 有些可能就開明些 有些就保守些 希望能夠開明些 那些能夠做到下任的大主教 我也不理會 究竟是否一定管浩明 會做到大主教 但你看一下 現在整個聖工會 主教於目的 即不計曠寶萊 剛才那兩個都是 陳歐明、各支批 都是問頂下屆大主教的人選 即他們都會簽名 寫得出這封這樣的 蒙涵的時候 我覺得你很難對於 下任的大主教 無論是這三個人 哪一個人 都有任何的寄望 以及關於聖安德烈堂 其實Eric Cot 有一件事說過 可能你忘記了 其實聖安德烈堂 在聖工會系統來說 是最不聽抗普羅說話的 應該最不聽 因為他們有錢 是很有錢的 你知道他們自己 夾錢去裝修一間教會嗎 他們本身聖安德烈堂 有一百年的古蹟 二級、一級的歷史建築文物 很有錢的 會是 已經是因為不需要倚靠阿爺的時候 已經相對不聽話 但是一個這麼不聽話的教會 剛才我們說 他原來在遊行當天 是提了三門的 唉 那怎麼能夠救呢 沒有得救的 我相信 是整間教會沒有得救的 所以我把這三件事 串在這一節去說 其實是想表達這件事 真的 不要有任何寄望 即聖工會的朋友 其實要做的 就是怎樣跟教會 真是要 像現在我們所說的 香港人要反抗 其實基督徒一樣 都是要反抗 就是今天想表達的崇式 最後我們有些呼籲 10月31日 就是萬聖節追到 下星期四 下星期四 祈禱會在上環恩典堂的人 晚上七點半開始 報名 呼籲大家出席 還有就是節目主持 和節目支援 對 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主持和節目支援 特別是這兩個崗位 都很需要人 人手不夠 對 但如果有感動 想加入我們 就在我們的網頁 節目同工那裡 填一填 給一些簡單的資料 我們就有專人聯絡 告訴大家 一個月有四個禮拜 但如果一個月突然有五個禮拜 要錄音 我們就很不行 我們人手在緊張到這樣 對 所以有整宗的弟兄姊妹 就要報名 加入我們 好 今天到此為止 今天Ernest 我們有個結束祈禱 七日天父 我們今天 我們透過這個節目 探討了很多問題 神來我們看到 當我們看到 惡、黑暗的勢力 越來越大 神來我們看到 神來我們看到 我們的教會 不如我們的執法者 但他們仍然不斷地呼籲我們 不斷地去欺壓抗爭者和市民 神來我們看到這些情況已經變本加厲 特別是這幾個月裡 一些警察、魔警、一些行為 已經是犯下一次爭罪行的層面 神來真是求你公義張獻在這個地當中 因為聖經說過 你最終都會審問我們每一個人 神來求你去審問 審判這一類 支持魔警的一些教務 這類的牧者 神來真是要重重去審判這些人 因為見到就是他們 完全留下你的公義 留下你的說話 最後也是為了下個禮拜的議事會交上 因為這個都對於 特別是在萬聖節日子的裏面 特別是近日很多的離奇的浮屍 跳樓的案件 神來我們見到就是 都是一些生命 都是不知道為何會突然被自殺 神來求你 神來求你 感動多些人去參與 下個禮拜的祈禱會 讓更加多人去透過這個萬聖節日子 去紀念這些受屈的靈活 以上的假段不完全的祈禱 是奉耶穌基督的實名字祈求 對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中文字幕提供